崔永元唯一称赞的女明星,多才多艺却很低调,赚的钱都花在公益上,娱乐圈有很多明星都是多才多艺,不仅会演戏唱歌,也会书法,画画,跳舞等等。 今天要说的这一位女星堪称才女,她是一名演员,也是一名音乐创作人,协作者,摄影爱好者,山区指教老师,艺人拥有多个身份,令人十分敬佩,她就是江一燕,提起江一燕,相信大家都对她不陌生。 她与霍思燕不仅名字相似,连样子也是,一开始很多观众都将两人混淆,其实江一燕身上的文艺气息比较重,所以也是很有辨认,江一燕早期时候并不出名,也是近几年才真正被观众熟知。 她在2002年出演了第一部作品,葛并国同志的西洋红,开始了演艺生涯,同时还在乐台上发展,江一燕出演了很多精彩作品,例如《三少爷的剑》、《独戒》、《刺大名补三》、《消失的子弹》等等,凭借精湛的演技多次获奖,不过江一燕看上去却是淡薄名利,她并不是把演艺歌唱事业放在第一位, 早期的时候很少看见她出现在荧幕上,只因为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,她喜欢弹吉他、拍照、写作,经常都会去非洲等各个国家停留,她拍摄的作品更是在全球摄影大赛中获奖,她每一年都会抽出时间跑到山区去当支教老师、陪伴孩子,多年来一直在低调做慈善,后来才被大家发现, 也因此看到江一燕的另一面,江一燕容貌不算惊艳,但她的气质为她增添不少分数,她性格开朗,心地善良,总是充满正能量,凭借独特的美丽圈粉无数,江一燕出道多年一直没有绯闻,从不炒作自己,她把赚来的钱都花在公益慈善上面,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慈善,江一燕曾与崔永元一起上节目,崔永元更是在节目中称赞江一燕的公益行动,崔永元很少会夸赞别人,唯一一位就是江一燕,江一燕用行动证明自己,也许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 其实娱乐宣布只江一燕低调做慈善,还有古天乐,刘德华等等,如今34岁的江一燕,未来的路还有很长,希望她一直保持初心,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,的幸福